中美贸易战家剧,市场有感美股牛市将转势,为摩根大通列举四大原因,对下半年的美股仍然持乐观态度,牛市势头未减,摩根大通全球股市策略团队表示,美国公司利润,失业率,高信用债收益率及实际利率水平,等四个原因将继续支撑美股,并称银行股将是2019年不错的标的。 美股公司利润在一季度未出现下滑,摩根大通表示,尽管市场普遍预测美股公司利润在一季度将出现负增长,但该情况并未发生,美国公司的每股净利润EPS的修正值重回正值区间,而其他地区公司的该修正值值指向更高水平。 失业率处于低位。截至4月,当前美国的失业率达3.6%,为196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高收益信用债的利率水平仍偏低。 在经济下行之前,高风险的借贷成本通常会上升,因为贷款人担心出现违约。 该行指出,然而目前高收益信用债与低收益信用债之间的利差仍然处于低位。 这者以大多数公司能借到平前。实际利率仍处低位。当前的实际政策利率仍然维持在零附近。 摩通称历史上未见过有哪次衰退时。实际政策利率水平是在1.8%以下的。 摩根大通分析师提醒称,贸易局势仍面临不确定性。 今年下季的回撤基本是在意料之中。但依然有充分理由对美股保持乐观。 认为下半年将会看得美国经济稳定增长。